时间慢慢流逝,孟浩的复制生活又一次开始,他的双眼赤红,他的口中视而传出咒骂,对于这同径的吞噬,对于那种心痛,孟浩认为自己时间长了应该会麻木,可实际上他无法麻木。 好在至尊血不断的增加,直至一周后,孟浩的面前出现了整整八十份至尊血,这一周的时间,他让傀儡童子外出了十多次,拿回的灵石鲜玉越来越少,此刻他深吸口气,抬头时傀儡童子又一次归来。 只是这一次,傀儡童子的手中没有储物袋,而是一枚玉剪。 看到玉剪孟浩苦笑,他内心有不妙之感,拿过玉剪神石一扫,立刻他的脑海里就传出了灵云子咆哮的怒吼。 没了,你小子莫非是吃零食不成,又或者是直接拿鲜玉来咬碎? 这才半个月,你知道你拿走了多少灵石鲜玉吗? 整个九海神界,多少年来积累的鲜玉灵石,你整整取走了近乎一成。 该死的,虽然我们说过对你开放资源,只要你需要就给你,可,可也经不住你这么去搜寡呀。 没了,直至如风界开启,我们这里,没了。 孟浩有些尴尬,尽管只是遇见神石,灵云子没有亲来,可孟浩能想象得到,灵云子的暴怒以及九婆还有神师他们的面色一定极为难看。 我也不想啊,我也心痛啊。 孟浩觉得很委屈,嘀咕了一句,对于灵石鲜玉的消耗也是大吃一惊。 这段日子,他只是心痛了,倒没有具体去计算耗费了多少。 不是他不想,而是他担心自己一计算,会心痛的直接晕过去。 再说了,只是区区异常而已,这么大的九海神界也太吝啬了。 孟浩干咳一声,神石继续扫过御检,看向灵云子的流言。 知道你这小子一定觉得不服气,认为一成不多。 老夫告诉你,整个九海神界的修行资源,我们只占据了四成。 要修一脉占据三成,还有其他两股势力,分别占据一成半。 你若还需要修行资源,我们给不了,你去闯金门石碑的试炼,获得奖励。 因你是序列,你的奖励可以给出数倍,且试炼的奖励是整个宗门来承担的。 你若有本事,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内,把整个九海神界的资源都拿走,让其他势力也都损失,别只拔我们这里。 最后一句话,灵云子几乎是咬牙开口,显然这半个月,他与九婆以及神师都极为头痛。 如果孟昊不是序列,恐怕他们早就强行杀来了,了结了这个耗费灵食如同黑洞般的吃货。 孟昊皱起眉头,神识从玉剪上收回,看了眼铜镜,又看了看那八十瓶至尊血,还差二十瓶。 孟昊眼中露出一抹可怕的光芒,更有执着。 这一刻,为了至尊血的完整,为了融合涅槃果,孟昊抢劫的心都有了。 去看看那些试炼。 孟昊一咬牙猛的起身,一晃走出阁楼,刚一走出,就听到一阵极为整齐,甚至还有些激昂的歌声从水潭里传出。 来来来,和五爷一起唱啊,别跑掉了啊,曾经年少不听话,我是一只小海鲜,啊啊啊啊,小海鲜,哦哦哦哦,小海鲜。 孟昊刚一听到这首歌愣在那里,倒吸口气,神色露出震惊。 他看着那水潭内三十三只妖羞,此刻一个个满脸的憔悴,正在大声地吼着歌曲。 他们的神色内居然露出狂热,那是崇拜的目光,那是虔诚的神情。 而他们看向的,正是天空上,此刻正在那里,如同神棍般全身散发杂光,正在大声领唱的鹦鹉。 最让孟昊无法接受的,是皮洞那里居然变成了一连串的大鼓,在那里不断地敲打,似在佩月一样。 孟昊无法想象,这些妖羞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,居然能露出这种狂热崇拜的目光。 尤其是这歌声孟昊这辈子,除了当年靠山老祖哼着的小曲儿外,再没有听到过如此难听的曲乐了。 更让孟昊吃惊的,是他明明走出了阁楼,甚至走到了水潭边。 那些妖羞,包括之前对孟昊恨之入骨的那个大扇贝,居然看都不看孟昊一眼,而是狂热的歌唱。 孟昊觉得世界有些凌乱了,他深吸口气,认真地看着此刻在半空中嘶吼的鹦鹉。 他忽然觉得自己还是小看了鹦鹉了。 眼珠一转,孟昊干咳一声,从储物袋内将苏烟取出。 苏烟刚一出现,立刻睁开眼,冷笑中正要讥讽孟昊,可转眼就被歌声吸引,愣在那里。 鹦鹉,这小娘皮交给你来调教了,要让他和这些海鲜一样听话。 对了,他价值,嗯,一百个带毛的凶兽。 孟昊果断地开口,他话语一出,鹦鹉在半空猛地颤抖起来,就连领唱的歌声都一顿。 他全身不多地杂毛竖起,眼睛内露出强烈的光。 一百个,你说一百个。 他似乎有些不太确定,看向孟昊。 一百个,都是毛发旺盛的。 孟昊严肃地点头,为了道法,他豁出去了。 苏烟愣了,他有些摸不清孟昊与那杂毛鸟之间在说些什么,下意识地继续露出冷笑,满脸的讥讽。 鹦鹉激动了,仰天大吼了几声。 你放心,伍爷一定让这小娘皮听话。 鹦鹉兴奋地看着苏烟,双眼冒光,一旁的皮栋觉得很不悦,认为自己被忽略了,很不高兴。 你会唱歌吗?你会手术吗? 他生气地看着苏烟。 白痴。 苏烟冷笑,索性闭眼不去理会。 孟昊同情地看了苏烟一眼,咳嗽了一声,不去关心鹦鹉如何调教苏烟,身体一晃,向着上方飞去。 眨眼间就穿梭水潭,出现时赫然在了半空中。 几乎刚一出现,立刻在远处有两道长虹本是路过这里,却刹那一顿阴冷的目光扫来。 孟昊神色如常,看去时察觉到这是两个妖羞。 那两个妖羞冷横一声,毫不掩饰对孟昊的厌恶,克制之下,这才远去。 孟昊没有在意,他此番外出只为先遇灵石,身体一晃,化作长虹,直奔距离自己最近的金门石碑而去。 他不打算盲目地去闯,而是要先了解一番,再去决定先闯哪一个。 要找一个最擅长的,只有这样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获得足够的奖励。 对于熔炼至尊血,孟昊势在必得,此刻破空,用了一炷香的功夫,他出现在了一座金门石碑旁。 途中但凡是看到他的弟子若是修士,则大都好奇,还有一些含笑败见。 毕竟孟昊的名气在外,且当日以言辞威胁道境,此事早已轰动了九海神界。 不过那些妖修则是杀鸡弥漫,仇恨的目光每一次在看到孟昊时都会加深一些。 这一座金门石碑高耸惊天,其上金光万丈,刻着无数的名字。 四周修士妖修不少,往往碰触一下石碑就会消失,不断有人消失,也不断有人出现,来来往往使得这里很是热闹。 在这石门下,盘西坐着一个中年男子,此人闭目,似不问世事。 可若有人敢在这里私斗,又或者进入试炼时采取一些作弊的手段,立刻就会被他察觉,给予惩罚。 孟昊站在一旁,看了半晌,正要离去时,忽然这石碑上竟有红光一闪。 此光连续闪动时,光芒向外扩散,居然在半空中形成了一片红色的虚幻世界。 在那世界里,有一个女子的身影是一切光的圆,那身影本就美丽,其身后赫然有一个白衣女尸,但却不影响其夺目,反倒更有震慑。 四周立刻有羡慕的呼声传出。 排名变了,是梵冬二师姐,她进入了前三十。 前百都是古境,且五灯后进入试炼,不列排名,梵冬二师姐果然天教啊,居然在仙境踏入这炼神碑前三十。 惊呼的,除了修士外,就连妖修也是如此,不少人都神色羡慕,可也有个别者,神色阴沉,似有不服。 与此同时,在这十碑的排名中,第三十位赫然变成了梵冬二,那红色的光持续了很久,才缓缓地消散。 在其一消散的同时,石碑上梵冬二的身影凭空出现,他面色有些苍白,可神色却是振奋。 走出时,四周的九海神界弟子立刻恭喜之声传出,纷纷拜见。 梵冬二含笑一一回过后,正要离去,忽然凤幕一闪,看到了梦浩。 梦浩微微一笑,点了点头,转身离去。 这座石碑的试炼以神识为主,神识这里梦浩有些把握,可却不是他最强的方面。 而梵冬二这里,梦浩与其交手数次,早已看出梵冬二之所以能施展一些庞大的神通道法,不是因梵冬二的修为,而是因其神识的强悍。 想来,是与九海神界的功法有关,这段日子应该去九海神界的藏经阁去看看。 梦浩若有所思,正要离去,身后有破空之声传来,他脚步一顿,转头时,梵冬二迈步追来。 恭喜师妹,晋升前三十。 梦浩哈哈一笑,我是你师姐。 梵冬二一看到梦浩,心底就忍不住生起怒意,似乎梦浩的这张脸很容易引起他心绪的波动。 按道,若不是他师尊那里让他帮助梦浩熟悉这些金门石碑,他才不会出现在梦浩的面前呢。 一想到对方在成仙时与自己交战的一幕幕,梵冬二就内心暗恨,之前他看到那些妖羞对梦浩出手很是快慰,当时就心底期待那些妖羞直接将梦浩随时万段。 我这一生只有一个世界。 梦浩淡淡开口,梵冬二听到了这句话愣了一下,看了梦浩一眼,倒也没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,而是深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,面无表情后这才说出话语。 九海神界的金门石碑一共九座,以第一座为主,试炼的是九海威亚,也是我九海神界最关键的试炼之处。 而其他八座则与修士自身有关,比如第九座石碑就是肉身试炼,如这第七座石碑,则是与神石有关。 还有第五座石碑,是杀戮试炼,经历沙场,成就杀戮道。 至于第三座石碑,应该不适合你,那是幻化之道。 每一座金门石碑,但凡能进入前百,都有奖励,名次越高,奖励越多,分别以前百,前五十,以及前三十。 樊东尔话语很快,显然是打算快速说完后,他担心若是交谈久了,自己会控制不住,与孟昊再战一场。 前十之内呢?孟昊问道, 前十?我劝你,别想那么远。 樊东尔目中露出讥讽,不言轻蔑地说道, 前十你就不用想了,九海神界至今任何一座金门石碑,就没有出现过仙境修为者踏入前十的例子。 至少需要古境熄灭两盏魂灯的修为,才可以争一下前十。 至于你,能进入前二十就是造化了,哪怕你修为仙境至尊,可我九海神界修是众多,不是你能撼动的。 孟昊看了樊东尔一眼,忽然脸上有些腼腆,似被樊东尔说的不好意思。 我的目标就是前十,你敢不敢与我打赌? 孟昊立刻开口,可几乎在孟昊神色上下意识地腼腆时,樊东尔那里却是头皮一炸,猛地退后,全身修为运转,警惕地望着孟昊。 那表情让樊东尔心底发毛,他不止一次地看到,知晓每当这个时候,眼前这个孟昊才是最可恶的一刻。 樊东尔不止一次想要将孟昊的脸打碎,不想看到他的样子。 敢不敢? 看到樊东尔如此,孟昊眨了眨眼。 你不用击我,哪怕明知道你有什么手段,可我还是不信你能在任何一座金门石碑上进入前十。 而我也不会与你打赌,你不要做梦了。 樊东尔冷横,轻蔑厌恶地看了孟昊一眼,转身就要离去。 你若赢了,我让小青回来。 孟昊慢悠悠地说了一句。 他话语一出,正要离去的樊东尔身体猛的一顿。 转身时,他满脸煞气,死死地盯着孟昊,呼吸微微急促,胸口起伏。 他本就美丽,此刻心神激荡下,赏心悦目,更为好看。 白衣女尸的存在,哪怕樊东尔已经适应,以此磨练道心,可他的心底若有机会摆脱,终究是渴望的。 只是此事就连他的师尊都做不到,之所以磨练,也是因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如此。 眼下听到孟昊这么说,樊东尔岂能镇定,可他还是不信孟昊能做到这一点。 我能做到,因为他本就是我送你的吗? 孟昊似知晓樊东尔的迟疑,笑着开口。 你! 樊东尔一咬牙,赌了! 樊东尔话语一出,孟昊干咳一声,也觉得这么坑人似乎不太好。 可一想到要熔炼至尊血,就需要大量的灵石鲜玉,哪怕蚊子大小的肉也不舍得丢掉。 你要赌多少灵石? 孟昊看向樊东尔,樊东尔冷横一声,他岂能看不出孟昊必定是有把握才会提出答赌之事。 可他一样有把握,他很确定,孟昊在这之前没有踏入过金门石碑,而这里毕竟是九海神界。 他樊东尔对九座金门石碑的了解远远超过孟昊。 这一次,看看你我之间,到底谁坑谁? 樊东尔表情冷漠,似豁出去一样,可实际上内心却在得意,这一次与其说是孟昊打赌,不如说是樊东尔刻意引导。 孟昊在算计他的同时,他也在算计孟昊。 我执于你赌第一次金门石碑的试炼,否则的话,此赌约没有时间限制。 你若是一次不行,数次试炼,反悔之后,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 第一次,你任意选择一座金门石碑,只要你能进入前十,我这里的十万仙玉,五百万灵石,就作为赌注。 不过,这第一次试炼,必须是今天,我没有时间等你。 你若踏入前十,全部拿走,若踏入不到,当以道为事。 不但将我身后的女尸带走,更是从此再不提欠条之事,更要但凡是看到我就要立刻跪拜参见。 樊东尔似咬牙切齿,死死地盯着孟昊。 他给人的感觉,死之前冲动了,此刻有些后悔,所以加上了一些条件,想让孟昊知难而退。 孟昊眨了眨眼,有些狐疑地看了看樊东尔,略一沉以后果断地点头。 也罢,你我之间老朋友了,虽然这个赌约对我不公平,可看在我们的交情上,与你赌了。 一言即出,樊东尔立刻开口,双眼藏不住光芒露出。 道士为平,孟昊没有迟疑,默然说道。 道士为平,孟昊不住光芒露出。 道士为平,孟昊不住光芒露出。